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醒目不离》 眼前是世界上最牛的钓鱼方式 这些钓鱼的人被称为高桥渔夫 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西南洋海的小渔村 高桥钓鱼并不是斯里兰卡土著古老的传统 这一形式仅始于二战时期 那时候食物短缺 海边的钓鱼点人满为患 一些聪明的渔夫在海中竖起木桩 爬到上面坐着钓鱼 他们从不用鱼饵 每人一个木桩 互不打扰安静自在不亦乐乎 高桥钓鱼由此诞生 这些高桥渔夫甚至成为了 斯里兰卡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但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 永远改变了斯里兰卡的海岸线 和高桥渔夫们的正常生活 事实上现在那些坐在高桥上的人 是否是真正的高桥渔夫 甚至连斯里兰卡旅游局都无法确定 他们很多人是从高桥渔夫手中 租用高桥和钓杆 每当游客到来会收取10-30块钱的小费 让游客拍照 甚至爬上去体验高桥钓鱼 这似乎比辛苦钓鱼更为经济可行 如今高桥渔夫越来越少 但游客却越来越多 曾经的高桥渔夫会出租高桥 来获得一些租金收入 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不得不离开海边 不再钓鱼了 不过他们也确实需要靠自己的发明谋生 也许这就是高桥渔夫们为了生存 而不知不觉的顺势而为吧 斯里兰卡不仅有高桥渔夫 这里的熏象人和采茶女 都是最具特色的人文标识 斯里兰卡以西兰红茶著称 是世界三大产茶国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前五名的宝石王国 不仅如此 这颗印度洋上的珍珠 曾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云山雾绕高山流水 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 古朴壮美的高山火车 令人流连往返的阳光沙滩 还有淳朴的最爱微笑的当地居民 虽然斯里兰卡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那些独特的人文 和精致风景所散发出来的充满芳香的美 上帝落在印度洋中的这一滴眼泪 你喜欢上它了吗 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